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清楚地看到了爸爸眼角地忍眼泪 我看到他强忍住眼泪朝我挥手 在这一瞬间我的心碎了 我不敢再回头去看我爸爸 因为我害怕 我害怕我看了 我就再也不敢离开了 但是因为能到北京去的兴奋 还是胜过了我对家的不舍 我因为到了北京 各种兴奋 激动 很快就忘记了一家里的分别和伤心 但是我的爸爸和家人 对我的不舍却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就是我2004年2月11号离开 北京老家的一个场景 我出生在一个农民的家庭 我接受的学校教育也有限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一名服务员 我第一次接触戏剧是在2004年9月21号 也是在这一天 我认识了我们花旦的创始人罗林 在第一次工作坊里面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活动是 抛球 好 接下来我要带你们做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叫做抛球 那是这样的规则很简单 我把球抛给董芬 那董芬你把球再抛给陈亮 然后以此类推 最后的一个人把球抛回给我 每一次都是一样的瞬息 不能随便改变 非常简单 来 试一试 来 董芬接球 诶 陈亮 哦 no 球掉了 为什么球会掉了 我知道 因为它抛得太高了 它肯定接不到了 它这么矮 我知道 因为它抛得太重了 力度很重 拿不到 那请问 我们怎么做 可以把球 不掉到地下去 我知道 啊 因为它个子很矮嘛 扔球的时候就扔低一点 这样它就能接到了 那个扔准一点 扔轻一点嘛 这个更容易接 好 那么 请问一下 你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你是在谁的立场考虑这些问题 我知道 因为我是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的 哦 你是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 那你有没有一个例子在你的生活里是站在对方的立场来考虑问题的 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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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罗林带领我们大家把所有的这些故事编成了一个剧本 然后我们进行了演出 这就是我参加的第一次戏剧工作坊 在这次工作坊里面 通过戏剧 我找到了一个自我表达的平台 通过罗林的演艺和行为 我学会了倾听和眼神交流 在这次工作坊里面 是我真正的感到了平等和尊重 正是由于这些种种原因 我从04年9月份 探索如何通过戏剧 打破教育的局限和文化的障碍 以及 付权给所有和我们在一起的人 这就是花旦在做的工作 总是忘了 应该在这边 目前呢 我是花旦的总干事 从移民服务员成长为一个机构的总干事 我个人觉得有两个原因影响了我的成长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通过戏剧表演 通过角色的代入 对我自己的性格 知识和能力进行了重新的塑造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通过花旦认识的每一个人 用他们温暖的话语 良好的行为和友爱的态度 影响了我的成长 记得2011年的夏天 我们全体的花旦员工在四川 参加一个能力建设的培训 我们当时借用的是一个社区中心的产地 这个社区中心呢 孩子们饭学之后会来到这个中心写一些作业或者参加一些活动 我们最后的一天是一个总结会议 有一个特别活泼的小朋友 他不断的进来打断我们的会议 在怎么说都不管用的情况下 我做了一件事情 我很果断的站了起来 走过去把那个小孩抱起来 然后走到门边把他放到门外面 然后啪把门给锁上了 当时我没有意识到我的这个行为有什么不同 在我们总结会议快结束的时候 这是我们的艺术顾问Jessica 她就是通过反馈的角度问了一个问题 我们是和孩子一起工作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孩子 她没有给我任何的有指责意味的感觉 她只是在跟我们一起探讨 但是她问完这个问题的瞬间 我的内心是翻僵倒海的 我没有感觉到被指责 但是我进行了很深刻的反思 这些反思影响了我之后所有的行为 我看过一部电影 这是蝙蝠侠三 我唯一记得的一个镜头是蝙蝠侠维恩 跟高登警官讲的一句话 有的时候你需要做的 仅仅只是给一个无助的小孩 披一件外套 在我小的时候 我爸爸是做生意的 但是呢因为我的爸爸妈妈都是文蛮 种种原因他们的生意失败了 家里的经济条件呢变得一塌糊涂糟糕的不得了 97年是我小学生中学的时候 这一年我的学费是550元 我的家庭拿不出来 我直接面临着辍学 我在家里面哭得昏天暗地的 我的爸爸太不忍心了 他去到了我所考上的三包衣中 找到了我的班主任 王荣德老师 跟他介绍了家里的情况 我的恩师跟我爸爸讲了一句话 学费的事情 再想办法 先让孩子来上学 就因为 我的恩师这么一个单单的行为和爱的行为 我能够继续上学 在之后中学的四年里面 我的老师不断地帮助我深情 贫困生学杂费见面 在生活上给我很多的支持 在学习上给我很多的帮助和鼓励 如果没有我的恩师 我觉得不会有今天的我 我的恩师 他是真正 燃烧了自己 照亮了他人的人 这是我的爸爸 这是我的妈妈 他们呢 是很典型的农村的父母 很爱很爱我和弟弟 忘了 2009年春天 呀 啊 感谢观看 爸爸妈妈弟弟我回来了快开门 爸爸为什么每年春节回来 你只会跟我说这件事情 只会逼我结婚 妈妈有什么好说的 结婚不能解决问题 我需要的是独立 爸在北京三十岁不结婚的女人 一大片一大片的 我才二十四岁 二十四岁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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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么都不知道 对对我不知道 我不 我不 我叫不 这是从2006年开始 我每年春节回家 我和爸爸妈妈 必将上演的一场争执 好说歹说怎么讲都不行 直到2011年 我无意中看到了一个报道 讲的是一位山界翘楚 他在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 对他们那个企业来说 是关键性的一个合作 这个会议 非常的紧张 几乎已经是不可能达成了 在这个瞬间 他接了他一个朋友的电话 让他意识到 他应该带着 爱和真诚去挫山 他调整了心态 重新找到了谈判的合作伙伴 三十分钟后 奇迹真的发生了 他拿到了这个合同 我看这段报道的时候 我心里就跟我自己讲 我要改变一个方法 跟我的爸爸妈妈沟通 后来我经常跟他们分享 我工作里面的点点滴滴 我在做什么 我怎么样跟大家在一起成长 我跟我的爸爸妈妈一起分析 结婚的好处 结婚的坏处 一起去探讨 找到对的人是多么的重要 等等等等 在这个过程中 是很难的 我也经常失败 经常带着脾气 跟他在那儿闹 2012年的春节 我跟我的爸爸 两个人走出家门 我们是农村 坐在山间的小路上面 爸爸忽然对我说 女儿 我发现 你有一个很大的梦想 那么好吧 你去飞吧 如果你成功了 当然很好 但是如果失败了 家永远欢迎你回来 我希望 多一些戏剧工作法 激发更多人的潜能 我希望 多一些像Jesse一样 总是用温暖的话语和良好的行为 影响他人 和企敌他人的人 我希望 多一些像王老师一样的人 照亮更多的人 我希望 多一些和爸爸妈妈真诚沟通的机会 我是董芬 我是爸爸妈妈的女儿 Jesse罗琳的朋友 我是王老师的学生 今天的演讲者 我相信 温暖的话语 良好的行为和爱 能改变整个世界 谢谢 谢谢